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铁牛 咱们的房车停在公园旁边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原因车呆被砸了 所以今天咱们就来到汽车修理店 修理车 现在给大家看看 咱们的车弄好了 这个胎压是什么情况 胎压给你调整了 因为前面胎压给你调整2.4了 后面两个胎压调整3.5 因为你车是后半本来就重 对对对3.5 好谢谢 没事没事 本次项目在这边 换那个机油几率 公司费120块钱 空气滤区没有公司费 机油滤区是20块钱 一共一看一共多少钱 一共是913 一共是913 本来是108块钱 朋友们咱们的车修好了 咱们现在出发 就不回那个小公园了 然后咱们呢 这次呢就先回四川成都吧 因为咱们的车停在这个地方 今天早上发生一点小意外 我也不知道是别人有意的还是 是自然的 因为咱们的车胎被砸了几个洞 过来把车补一下 顺便把这个车保养一下 因为早上发生了很多不愉快 到时没有拿得及用手机拍 等一下咱们找了一个服务区 给大家好好聊点这个问题 坐好啊 坐好 来今天 把今天的事情来给你们说一下 首先啊 花花我来跟你说 第一个呢 听好 都看到我了是吧 认真听客 首先花花啊 做好了是不是 今天来听我给你们 今天把事情给你们再说一遍啊 我跟你说 进去听话 你听到我讲 不要动行不行 那好 那你们不听的话 花花你不认真听话 我就把这个鸡腿 这鸡腿 我等一下就不给你吃了 那我就放冰箱放着 我就不煮了啊 你这样子 首先 花花你坐起来 你能不能安静的 听我讲先 你们两个别吵 芒果干 那我把这个鸡腿先拿进去 本来解冻的是煮给你们吃的 我先拿进去放着 把问题解决了 我再给你吃 本来是要煮给你们吃的 那就放进去了 放里面 放好 现在该听我该可以讲了吧 首先花花啊 来 我今天把今天的事情复盘给你们说一下 第一个 花花 我是不是一开车门出去 你就你就跑出去了 把车门一打开 你就跑出去了 是不是 你出去 外面的人没有惹你 人家在马路对面 你去凶人家干什么 过路的人没惹你 你的车里面还要隔墙马路 你跑过去凶人家干啥 这个公园也不是你的 哎呦不是我们家的 来坐好 你坐好 花花坐好 我在跟你说了 跟你交代你事情 你凶人家 你对着人叫 啊 是不是 你对 你坐好 十六坐动了不动了 你就跟你讲话 你就 你就不能坐下来 好好听啊 好好听一下 你不好听 我今天就鸡腿都不足 你们都没得吃的 你们都要认真听讲 知道吗 今天早上在公园这里 好好的 我把车门打开 让你们下去上厕所 你看到对面一个人 你就去咬他们 去凶人家 你想去凶人家就算了 你一叫 就把芒果叫去了 芒果呢 立马也过去凶别人 你们两个小家伙 能够咬别人吗 别人以为你们会养 还有芒果 对吧 十六一叫你去 你就去了 结果呢 你们两个去咬别人 别人拿着棍子 要打你们两个 结果 这个十六呢 傻傻的也去凶别人 你那么大个 对吧 你就凶人家干啥 花花给芒果去凶 你就不要过去了 你还过去帮忙 我不知道 就是你 你叫芒果去 你芒果就去了 这是不行的 知道吗 你在外面 别人没有来我们车里面 没有撬我们车 没砸我们的车 你就不能凶别人 明白吗 你就凶别人 你还叫十六去给你帮忙 十六你也傻傻的 你过去帮忙啥 你就过去帮忙 人家都拿着棍子了 你都不知道跑的 人家把你打死了 打伤了怎么办 别人拿着棍子 你还给别人对的干 你挨了个脑袋 我就说的就是你 还有你 别人拿着棍子 你就跑了 你让十六在那里挨揍 芒果呢 你自己下的不行 你不回车里面 你跑那么远干啥 你跟花花一样的 你赶快回车里面嘛 你爬那个树林那边就躲着 躲着就不回来 是吧 花花以后你不要凶人家 你当初跟着我 我就看到你可怜 每一辆车里面 都就坐在旁边 看到你很温顺的 现在你长大了之后 你这是什么表情 你长大之后 只要有个人在对面 你就凶人家 前天 我的同学过来 你也就凶人家 人家小男孩过来 你也拦住人家 我师父过来 你也凶人家 你就见了一个人 你就凶人家 你知不知道你以前 也去这个流浪狗 没人要的狗狗 你现在就凶人家 你这像谁 也不像我 我也没那么凶 以后你凶人 你就不要叫上芒果跟石榴 你知道吗 我说你狡猾 你就是这样子 你看到人家 拿着棍子追过来了 你就赶快跑 你就害得让这个 这个石榴 傻傻的 还给别人对的干 你是狗 你打了一人吗 人家手上哪个棍子 你还不跑啊 你还找到你 你们三个 还是特别吃芒果 两个还在玩 我在训话呢 我在跟你们说呢 以后不要随便凶人 你看 我在跟他说正事 他就像没听到一样的 像没听到一样的两个 那个呢 就很认真听 石榴 以后你别 花花叫你去 你就别去 知道吗 我没叫你去 你就不要去 你就跟我在车里好好待着 花花你看芒果已经生气了 你还在那样子 好好让我听我 听我讲 话讲完 我就煮东西给你吃了 如果你以后再凶人 再去咬别人 我跟你说 那我就把你送香香就养了 知道吗 去看院子了 你那么喜欢都管闲事 我没有带到你的时候 芒果跟石榴都不会去 随便去凶别人 你知不知道 有些不讲道理的人 对吧 我去跟他陪你道歉 说一下 求要勤 就放过你们一条狗命 知道吗 一条狗命 你现在是狗 不是人 现在芒果也知道错了 跑到旁边来 知道吗 你看这个家伙只有他一个人 其实我是说什么 他都知道 鹅蜜蜂 石榴呢 跟芒果都知道错了 都在我旁边 你看他 绵绵绵花花 如果你不听话 我只能把你放香香养了 去陪你奶奶 去香香看院子 你那么喜欢渡官闲事吗 是不是 你看你这个垫子 你仔细看一下 每天晚上我睡觉 睡了半夜的 就咬着吃吃响吃吃响 你这在车里面专门搞破坏 等我 等我站在那边 我把这个窗里拉开 他立马就装着睡着的 就装睡着 眼里闭着喊 这里面都是灰尘 我知道你是不会咬人的 胡搅胡威 不会真的咬别人 芒果也不会真的咬别人 但是你那个样子 别人会很怕的 这个石榴呢 你真的是下口 谁让你记住我 爸爸没叫你咬别人 你千万别咬人 这一命别人拿棍子打你 你没发现吗 拿棍子打你 你把你打死了 我给你打残了 你怎么办 很多人不讲道理了 就要你的狗命 赔钱都不行 今天的元凶不就是你吗 你一定搞了几次了 你说我生不生气 我怕你们三个小命不保 我拉得起人 拉得明渡狗 你们拉死 拉半天都不拉 你放了之后 你们才拉 你现在就长这么大的 这个垫子 你看 这狗毛的多少 我每天做饭给你们吃 碗也给你们洗干净 你看 像人一样吃饭都碗 你看那旁边那搞多脏 屁股都没有地方做了 这里就是你们的狗窝 这不是我的窝了 看到没有 蒙果已经凶你了 开始了 你到里面坐好 来接着我训话了 是不是 以后不要跟花花一起去咬别人 听得没有 听懂呢 叫一个 对了吗 一咬别人 别人要你的狗命 你知道吗 我可舍不得你 都是你的错 你看 蒙果也凶你的 十六也说凶你的 你跑这里干啥 你看你 你有个编目的系统 我说你说你狡猾 你难道说错了吗 自己就惹事 越来越危险 自己赶快跑 你就害得蒙果跟十六 十六差点被别人用棍子打到了 打到了 蒙果的吓得就不敢回来 你都好了 你第一时间你跑回车里面躲着 不出去了 叫你下来的不敢下来的 你胆子这么小 你不要去这种事生非 你懂了吗 听懂没 你听话的话我就带着你 我辛苦一点也值得 你要是不听话呀 那我只能给你找个好的家庭里面 或者回去陪你奶奶 看院子 看农村 今天没办法 今天车 人胎都给别人扎 放弃了 车也被别人搞坏了 今天爸爸就修车 又花了你差不多一千块钱 别人拿着棍子打你 结果爸爸今天车都没办法 在这个地方停 就把别人来车里面给你放药 你这惹事 别人用毒药毒你 你知道吗 你说在草丛里面 随便丢个药 把你们全部毒死了 你就惹事生非 你三个性命不保啊 不要轻易的 去凶别人 特别这芒果 你知道吗 你这么小个 花花叫你去 你去的 花花你现在长大了 小时候很乖很乖的 知道我为什么没时间 训练你吗 因为要是放个大笼 关注你 学习是很辛苦的 我让你自由奔放啊 都知道错了吧 错了吧 不是我想对你凶 知道吗 我也知道 我说什么 你也听不懂 但你这个灵魂呢 你这有灵性的狗子 你对我傻娇有啥用 表示你下次不敢了 你下次再这样子的话 我就给你送人送走了 我跟你讲 听到没有 下次再这样子调皮搭蛋 去咬别人 凶别人 不会的是吧 再跟我扫家是吧 不能去凶别人 知道吗 你也不能叫石榴就给你帮手 像打架打群架 你就凶别人 你还叫上石榴啊 还叫上芒果啊 你倒好你跑得快啊 你别每天的自由自慢 自散漫惯了 你这是啥情况 这是啥情况 知道错了 跟我承承错误是吧 承承错误的是吧 谁有你们三个幸福啊 长期空调开着 没有几只狗子 像你们的命这么好的 知道吗 这黄瓜 你看 胡萝卜 我都给你买好了 行 我也不说太多了 我也不说太多了 你们都会记得 下次别去凶别人 不然我也救不了你 特别是石榴 你这么大个 别怕死了 今天老爸的车 差点都被别人砸了 我洗个黄瓜给你们吃 有没有知道错 啊 错了你就说一声 下次我不敢了 说 我跑了 来 我这洗干净的黄瓜 吃一个 花花呢 芒果要不吃黄瓜 芒果 来 叼个黄去 都很聪明 哎 看到它们又可爱又生气 你看 吃这个黄瓜 吃得嘣嘣响的 比如说 三个都吃黄瓜 都抱着黄瓜吃 不是不疼你 不要惹是生分 你知道吗 日日生辉 你的小命都不饱了 都还蛮不错的 都知道在等着呢 我一说话 你举起来还没有熟 先躺好 盖上去就不错 可以 可以了 能够 凉了 好喝的 市長 進去 來 再吃 我肉多挑吃了 吃 骨頭 吃 吃 吃 味 是蒸相 第一个干完 你那么快干完了 干完了开心啊 不要去抢蒙狗跟石榴的 知道吗 来喝点汤 太不错 海拔的胡萝卜都吃完了 喝个山奈 咱们生气归生气 但是也做饭给狗子吃啊 就用馒头不吃就会坏药 起来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杨茜茜 杨茜茜